11月13日,孙杨发文称,阳光总在风雨后,每一次胜利,我都做好准备,全力以赴。 据悉,孙杨暴力抗减听证会即将在瑞士进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审理世界反兴奋计机构对孙杨和国际泳联的上诉。 如果败诉,孙杨可能会遭最高八年的竞赛。 网友们纷纷评论道,永远支持你,大白羊,永远陪着你,永远在你身后,我们相信你,准备迎接胜利了,安心静待你的归来。